Hello大家好 这里是大鱼奇谈 关于灵异事件 我们大家知道很多 但是关于飞机的灵异事件 你知道有多少呢? 2009年6月1日 北京时间十四时 一架从巴西里约热内陆起飞的法航飞机 突然从雷达上消失了 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 因为在这架飞机上 再有228人 失踪客机上216名乘客 共来自32个国家 其中机主12名乘员 全部来自法国 还有61名乘客 也来自法国 法航提供的国籍情况表表示 失踪客机上 共有9名乘客来自中国 巴西政府消息人士说 客机约飞了三个半小时之后 从屏幕上消失 也就是接近巴西海岸上空 极有可能最海 时隔三年后 反航客机才在3900米深的大西洋底被发现 1994年初 一架意大利客机在非洲海岸上空飞行 突然客机从控制式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正当地面上的机场工作人员焦急万分之际 客机又在原来的空域出现了 雷达又追踪到了客机的讯号 最后 这架客机安全地降落在了意大利境内的机场 然而客机上的机主人员和315名乘客 并不知道他们曾经失踪过 机长巴达里疑惑不解地说 我们的班机由马尼拉起飞之后一直都很平稳 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但控制式竟说失去航班的中绩 实在有点不寻常 不过事实却不容争辩 到达机场时 每个乘客的手表都慢了20分钟 无独有偶 据资料记载 1970年也发生过类似的奇闻 当时一架727喷气客机 在飞往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的途中 也无故失踪了10分钟 10分钟以后 客机也是在原来的地方出现 接着安全的飞底目的地 客机上的所有人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最终使他们相信的理由 也是因为所有人的手表都慢了10分钟 对此现象 专家们唯一的解释是 在失踪的那一刹那 时间静止不动了 或者说出现了时光倒流 百慕大三角又名为魔鬼三角区 它位于大西洋 是以佛罗里达、百慕大群岛、波多黎格 三点连线为界的一块区域 因众多神秘失踪事件而闻名于世 1945年12月5日下午 查尔斯·泰勒上尉带领13名飞行员学员 从佛罗里达的劳德戴尔海军航空基地 驾驶5架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起飞 在飞行了约一个半小时之后 泰勒用无线电向基地报告说 罗盘已经失灵 但据其观测 他们应该是位于佛罗里达群岛上空 收到该报告的上尉告诉泰勒 如果他确定自己位于群岛上空 可以往北飞向迈阿密方向 尽管泰勒经验丰富 但却似乎完全转出了方向 直接带领学员们朝大洋中飞去了 1990年9月9日 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机场控制塔上 人们突然发现一架早已淘汰了的 道格拉斯型个机飞临机场 而机场上的雷达根本找不到这架飞机的存在 这架飞机降临机场时 立刻被警卫人员包围 驾驶员和乘客们走下飞机后立即问 我们有什么不正常吗 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机场人员说 这里是委内瑞拉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飞行员听后尖叫道 天呐 我们是泛美航空公司914号班机 由纽约飞往佛罗里达的 怎么会飞到你们这里呢 误差2000多公里呀 接着 他马上拿出飞行日记给机场人员看 该机是1955年7月2日起飞的 时隔35年 机场人员吃惊的说 这不可能 你们是在编故事吧 后经电船查证 914号班机确实在1955年7月2日从纽约起飞 飞往佛罗里达 突然途中失踪 一直找不到 1945年12月5日 二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 美国海军航空兵19轰炸机大队的一架 格鲁门轰炸机 从佛罗里达州的芬德戴尔堡基地起飞 飞往大西洋海上巡逻 可是当飞机进入了百慕大三角地带 便毫无征兆地离奇失踪了 从此 生不见机 死不见尸 而若干年以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苏两方的科学家都无比惊奇地发现 这些失踪的二战老式轰炸机 竟然出现在了月球上 事件过去了数十年 岁月流逝 误患心仪 美军的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 五架战机失踪的事件早已被人们遗忘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整整五十年以后 1995年的一天 这架飞机竟然再次现身 而且地点还是遥远的月球 1987年3月 苏联人造卫星从月球背面发回的传真照片显示 有一架二战时期的美式老式轰炸机 停放在月球的陨石坑边 它的表面虽然部分被太空坠落的陨石损坏 但大部分仍然保持完整 照片还显示出整架飞机表面上布满了一层绿色的物体 好像它刚从海底被打捞上来 机身上长满了青台 该机机翼和机身上的美国空军标志 经放弹后皆清晰可见 有人推测 可能是被外星人掳到月球上去的 苏美两国科学家曾打算成立一个特别小组进行秘密调查 可是苏联卫星于1988年7月再次扫描该地区时 飞机已经神秘消失 暗中监控的美国专家承认 该架飞机是7月22日从月球表面失踪的 自近代以来 人类门受神秘灾难的主要表现形式 就是飞机与船只的失踪 其实这类失踪事件并不稀奇 稀奇的倒是失踪以后的飞机和船只完好如初的重新出现 这些无人驾驶的飞机和船只就像幽灵一般 从另外的时空返回到了地球 1985年 一架失踪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双勤客机 在新几内亚的一片森林沼泽内被发现 令人无法解释的是 这架飞机看起来就像它失踪时候一样崭新 毫无成就一变 机身上清晰可变的标志显示着 这架荧光闪闪的飞机正是48年前 由菲律宾马尼拉飞往明秦纳俄岛失踪的那一架客机 在机舱内找到的报纸 它的日期是1937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一组由印尼军方派出的航空专家 经过数小时在这架客机内调查后 出来时各个面色大变震惊不已 负责调查的主管部门当即下令 军队封锁飞机在线的地区 调查人员最初见到该机时 简直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它的外观是那么的新 机身完全没有瑕疵 在太阳光下犹如一面镜子 调查人员本以为机门一定生锈 很难打开 可是它却一扭变开 进入机舱后 见不到任何活人或死人 但机舱内有空的纸杯 烟蒂 几份完全没有发黄的 1937年的报纸显示出 最近曾有人曾做过 在其中的一个烟灰缸内 放了一个空的香烟盒 它的牌子在1930年十分流行 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已经停止生产 而出现在杂志上的服装和发型 也全是美国经济大衰退时期的 保温瓶内还有烫热的咖啡 而它的味道也完全没有变 最让调查人员惊讶的 还是飞机的状况 它的蓄电池仍然充满电 当扭开几个开关时 机身的灯都亮了起来 飞机的油缸也几乎全是满的 这种种情形令调查人员不仅感到毛骨悚然 据记载 类似的事件在60年代已出现过 格德号是一架美国利贝雷达型轰炸机 1946年4月4日 该机升空后便失去了踪影 事后美国军方在它失踪现场周围500公里的空域内搜索 毫无结果 到了1962年 格德号飞机竟又重新出现在了机场外数百米的地方 飞机上的无线电设备满好无损 根据对仪器装备的分析 它好像是当天下午降落在地面的 可实际上该机早已失踪了17年 在1984年一个晴朗的日子里 墨西哥北部的沙滩上突然出现了5架美国军用飞机 机身闪亮 油箱里储藏了汽油 但机舱内却空空如影 不见人计 应邀赶来鉴定的美国专家认为 他们就是1945年 在百不大海域上空突然失踪的那5架战机 100多年前 大西洋上还曾经出现过一艘失踪数年的船只 当人们发现它时 在这艘名叫梅阿利塞·莱斯特号的船上 救生艇等物品一影俱全 船舱里昂贵的宝石 黄金毫无损坏 船上甚至还留下了一桌吃了一半的早餐 而船员却不知去向 台湾中华航空民航机在2002年5月 离奇坠毁澎湖湾海域 200多人全部死亡 之后网络上盛传一段 华航IC611罹难者的语音留言 留言中听见低沉的哭泣声 与间接的海浪声 很多听过的人都说 很可怕 由于声音太过悲伤 这里呢 我们就不放给大家听录音了 将这封信传出去的张先生说 当初只传给了两个人 没想到传遍了台湾 为了查出留言者的来源 张先生曾求助远传电信公司 但找不到答案 为求盛总 他也到了屏东市警局报案 可惜警察也帮不上什么忙 留言内容一开始是留言现象的报时 送出星期四5点21分 之后是长达10秒钟的哭泣声 声音听起来应该是个男性 但咬字不清 只能听到一连寸的呜呜呜 之后 暂时长达10秒钟的哭泣 最后10秒又继续一段 很模糊的男性声音 只听到 不要 我不要死 不要死在这里 一分钟到了 语音自动切断 录音的时间 则是5月30日 集华航罹难者投期的前一天 后来发现 昔日华航曾运送 千胡岛事件的死者回台湾 该机之后 坠毁于明古屋 之后 华航派了另一架飞机 运尸回台 那就是华航CI611 到了2002年 12月22日 台湾复兴航空公司 一架法治72螺旋桨货机 在飞往澳门的途中 于凌晨1时56分 在澎湖西南海面坠毁 机上有7吨普通货物 及两名正负机长 失事货机 曾在2002年5月 华航空难中负责运载 200多名灵难者遗体返回台北的任务 事件太过于巧合 有台湾媒体报道 澎湖西南近百里的海空领域 经常发生类似罗盘无故打转 海面出现白光等超自然现象 澎湖海域在过去的35年来 发生失踪空难 16年来已坠落5架飞机 被称为澎湖百慕大 你还知道有哪些灵异事件呢 欢迎留言分享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